经过了八个小时的努力 谁总算是快见底了 一抓就是一大把 也许有人要问 这样抓鱼不累吗 真的有这么好玩吗 其实并不是有多好玩 抓鱼应该是很多 80 90后的童年回忆 小时候也是通过抓鱼 第一次感受到通过劳动 得到收获的那种喜悦 那种成就感 很怀念时和小朋友们一起 抓鱼的日子 无忧无虑的没有任何反省 虽然每次回家一生都是鱼 还很有可能会挨走 但依旧还是很开心 特别是吃到自己抓的 妈妈做的鱼 那种味道直到现在 还难以忘怀 很多人现在还喜欢抓鱼 或许更多的是 怀念内心那份情怀和记忆吧 也许有一种天真快乐 也只能在记忆里寻找到 越是长大越是 怀念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感谢观看 也可以想把下方标识 搞得更是个人 就是这样的 这是有点 帮助的 十分钟 有点 volo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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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